位在信义区信二路的台船员工宿舍 在岁末年中之际 中庭里面一棵百年龙树突然倒塌 吓坏居民住户 幸好除了压坏一辆机车 并且挡住部分居民进出之外 没有人员受伤 在信二路财专宿舍这边有百年的老宿 那刚刚早早在十点半前 然后就是可能是连日来的豪雨 然后把这个路宿的这些地基给充死掉了 那现在呢 陈怡以及蔡立岳领长已经联系相关单位 然后尽快把这边的路宿给清除掉 不然也会导致晚上可能会没有路灯 还有包括这个居民通行 也有一些困难 那待会呢 可能就是相关单位会来这边处理 里长和议员也立刻通报信义区公所 协助处理移除这棵倒塌大树的问题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是否认家转发给你们认为 把这个路宿币调启车移除了 不认为 是否认家转发给你们的路宿 可以误会收拾但是